叫我補給我開水 因為要種洋雞鋼 我要入肥是三十九 或是六十九 OK,好 那你給我補給我問一下 你一定會說黑碎菌的 那是要怎麼煮的 什麼東西? 黑碎菌 喔,黑碎菌喔 好,老師你不聽了,你都聽太懂 OK,好好 好,來 這個洋雞鋼 我們如果是打碎 打碎的時候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種花很新肥 我個人其實是不太動 說要用這個 要用什麼打碎 對我觀察起來 其實我看人家種 你如果說纖維紙比較多 這些東西 尤其成分比較高的就對了 這些東西來用 可能要補還是不反對 但是這個 用來給他 另外用這個三十九 或是一盒來打碎 一般來說 我個人是認為 比較沒有必要性 如果沒有你就用一盒 因為你有在用這個榮林菌 所以三十九 你不用用那麼多 所以你可以用一盒來打碎 這盡量不要太多 因為你那個東西下去 就是因為這個洋雞鋼 對這種EC有 有這種敏感度 因為我們的產已經比較老 所以因為一定的這個 這個 這個敏感性 就是說 有可能就變成 這個 會提升 所以這麻煩 我們說的提升 就是說 EC會變更高 EC電導度 就是減分 簡單來說就是減分 變更高 減分又變高 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再種材料 對不對 種材料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他知道有可能比較多睡 所以 有時候我們是覺得 說 要大膽 他這個情形起來 有在量的時候 那時候 要來量 我們才來量 這樣 所以不必要說 又去把他這個 這個打底 所以這有時候 是要 這個 在國外在種這種東西 其實他的這個 這個 所謂這種 就是說 對他的這個 這個肌肥 這種 這個選抵 對 不要太過頭 就是這樣 所以 理論上來說 一般 這個肌肥 這個肌肥的這個部分 盡量就是 不要太過高的一個 這個意思 減分不要太過高 這個大概是這樣 這個製造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東西在選抵的時候 盡量 盡量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管理上 不要太過頭 這個肌肥 這個肌肥上 不要太過頭 這樣是比較好 所以 這個時候 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就是說 羊肌肥 因為他是一個 比較熟 這種 弱鹼性的 這個環境 一般我們運勢 裡面是都容易 去抵抗這個弱鹼性 但是 這種環境裡面 就是 要很容易 缺這個 很容易 缺體 所以你體電 就要去做一個 補充法 這樣可能是 比較重要 這個重點 其實那個 不是那麼要緊 就是說 打肥底的部分 就是比較重要 如果我個人的 這個看法 就是說 你用一些 這個 如果有 可以 如果怕它沒有肥湯 只要用一些骨子粉 肉骨粉 這種也還不錯 還是說 用一些有一個 這個 纖維質 比較多的這個東西 這個通常 就可以 很好吃 這樣 我個人是這種 的 這個見解 這個 讓你稍微來解釋 了解一下 這個 實際上 它真的不需要 那麼多的 這個肌肥 這種沒有必要的 這個 發肥在那個地方 所以 尤其這個 用不夠 這可能電動是比較 比較正確的 這個做法 這個黑水菌 這個玉米 這是有時候 我們是說 跟我們聽說 你幫他試試看 這樣 因為這個 有的人很愛吃 這個 尤其像 墨西哥 他們很愛吃 他們 很愛吃 這個 這要怎麼煮 這你就幫他做 什麼 幫他做 這個 像 在做 操鉤 或是說 用什麼 炒 在國外 他們是用烤的 跟烤 烤 有一點 有一點 烤一下 烤過後 他們 沾起司 還是什麼 來吃這個 所以其實他沒有毒 對我們來說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問題 有的人說 吃了會怎麼 會 什麼 因為這種 枯裂 這個東西 有的人本身就是 對這種 增菌的過敏 所以 沒有 沒有什麼 解釋 所以大概是 這是大致上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你放心 絕對是會吃一口 這不是 不知道 這確實是 可以放下 其實說 是不是 那種吃 吃這種東西 是不是 我們會吃 所以 就看你怎麼去 這其實像 他把他烤起來之後 稍微來把他 像在做 我們在做上用 什麼 反正我們在用菇的那種吃法 要用炒的 炒一些臘肉 還是什麼 這個藍的有一些 有鹹鹹的 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味道 沒有工作 但是有一個很獨特的 那種 那種味 這個 沒辦法形容 但是你吃過了 要吃的 很愛吃的 如果不愛吃的 覺得普通的 也沒什麼 這個 讓你稍微知道 這個大概是這樣 所以 可以用做菇 炒臘肉 是很方便的 這個最簡單 這個味道是還不錯 嗯哼